宇宙之智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天天大道的真原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天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妖有。 妖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此生败不亦能。 天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承天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相丑。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题道在我身之妙中。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生。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生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也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静而飞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提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自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 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能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像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得相貌肉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致体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一直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这个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 又形又像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在变之中, 不拘束身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嫁妇。 对于真我和嫁妇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千篇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令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求道就是直接解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下我,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坟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且嫖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这门非常地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是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病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 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在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辽子的宝藏。 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天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 天天大道之宝贵, 其是天经万点不足一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之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金月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四皮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人人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 能有十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一。 你离苦的乐人生在世, 遭受种种之苦恼, 又其分源, 接起阴雨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道回我们本就是真志全志美剧族人们。 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人情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理。 至于智慧,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亲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极地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并且飘搖自在。 二, 若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 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内核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弥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转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挑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讲成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散掉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谐。 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可将大道谱传于世。 一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清。 以良清待人处事。 当遇又人力不可万就的灾祸时。 只要成清使用三宝。 亦能灾必结。 逢凶化疾。 四世。 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操生了。 四人。 生。 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控死亡等困苦人间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转战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又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妻不暢广。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操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不待天秋后的。 因此不仁为求操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乃以仿的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 先走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旨。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宝藏。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放念。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事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 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见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 精净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天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点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千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千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天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质变聪上的。 非是在佛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掏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自己的千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即意。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愧。 此智此惠是我的来不有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一即是天天带来的天知天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此可分妙也一不开其妙用妙能。 不曰幻灵真祖宰也。 摄作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汉心都乱去。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转。 则阴阳爱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作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摄作大地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寺寺能。 则寺寺寺寺寺寺。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之吉宜。 摄作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已。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天天大道修天天大道之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的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千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亲切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主上有得根基身后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件。 亦得到以后。 愿意您既定是建造的金钱。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作为一归。 二得到以后。 愿意能力所齐。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得到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切禄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散了天文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践良心愿。 也必须自顿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蒙芽开花结果。 才不致虚度这天在南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求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义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必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邮关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反天堂永享天轮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成家旗的幸运。 我本人心亦善良。 我有先天根基身后。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刺激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 此以祖善有德。 我慕人欲造颖导师赌博得道。 赐佛缘已是。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今生欲天道。 一同德道修道。 此乃佛缘已是。 六求道。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知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基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情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清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用一下体点来看。 以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不只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观和与应正。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内境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求道后的规界,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预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不照良心愿情。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 求道并非从外再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循我们遵循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现今大道库传,并不叫我们家设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间修。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规,就是真我之实践。 不由提升自己,而天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且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传,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管狂澜。 如此必能造日时现千天大道库传之宗旨,其弥勒佛的人词大愿化无格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 其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身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道,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甜甜得道之后,发出了大澄清大庆清大智慧,真修真凭,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定证道,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朝一幕,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披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圣位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情向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定证,以便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只要有求道,经过身干天命之名诗便开玄幻正门,传授三宝者。 无顿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年,面色如生,灵性游正门归天东不品诗,下骨腐臭。 甚至有多是数日不变,亦相满视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这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然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除性道不足于反道贷得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依比比皆是。 肉身即且似瑞相,足可正其灵性以登善定,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幻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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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无法在此一例举。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到,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立刻就可以得到的宝藏。 此后,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希望各位具有善分,有机会能得魂大道的天生女士,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皆能求道而同真善敬。 Introduction to DIY What is DIY? DL and MEII What it is in DIY. What do I get in our ECV? In in DALV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DALV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MEBI? What can attest to the validity of D.A.Y. What is D.A.Y.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We call this source D.A.Y. D.A.Y. Thou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The essence of D.A.Y.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D.A.Y.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d the laws of nature.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nature.